第九百七十七集 可怕的力量把整个毕业岛化成飞灰 岛上的道教修士全部陨落 张也的身形出现在毕业岛上方 脸上闪过一丝杀鸡 缓缓地说道 一期之下毕业岛上三十九万七千条人命全部陨落 好大的威风 今天我张也要拿你们的鲜血血迹这些弟子 你们六个老家伙出来吧 六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 来者一神一人一龙一凤一骷髅 还有一十相 六道身影身上没有发出任何的威士 但简简单单一战 天地法则为之改变 缘界天道运转都变得不同了 张也的目光扫过 神色变得凝重之极 来者之中 神赫然是神族中最强大的存在 缘祖天尊 这缘祖天尊还有一个称号 缘祖神王 顾名思义 他是神族的神王 缘界初开始就得到 修为深不可测 谁也不知道他的战斗力 有多高 神通有多大 人正是太初天尊 太初天尊又称太初天地 一手创立的太初教 以前出现的那个太初天尊 只是一个小小的分身而已 眼前这个太初天尊 才是货真价实的真神 此人的太初神算 早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而他的太初之光更是盖压万事 龙很明显是龙族的太古龙王 太古龙王有着三个头 每一个头都只长着一种大道 修炼者能够把一种大道修炼到第九步 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但这太古龙王却同时把三种大道修炼到了第九步 这种资质天封 绝无仅有 凤很明显是凤族的族长 九彩天凤 世上只有七种本源色彩 但这九彩天凤却掌握了第八种和第九种色彩 掌握着不可思议的大能力 元界的四种本源力量地水火风 他已经把火之大道修炼到了极致 翅膀一拍就可以把万物分解成地水火风 元族神王太出天尊 太古龙王和九彩天凤都是元界至尊 张也自然比较熟悉 但剩下来的骷髅和石像 却不是元界的至尊 张也就不太熟悉了 张也只知道 眼前这个骷髅名叫骷髅天尊 乃是百尊盟的盟主 是来自上古金界的至尊 而那只石像则是通灵教的教主 名叫骷元天尊 通灵教在元界之中都是无上大教 但教主骷元天尊并不是元界出身 而是来自上古石界 骷髅天尊和骷元天尊 能够和元族神王他们并排而列 显然他的本事 并不在元族神王之下 一神一人一龙一凤 一骷髅一石像 绝对是现在元界之中 最强大的六个存在 每一个都有着难以想象的大神童 张也虽然窥视到了混沌之命 但面对这六个元界最强大的存在 依然是压力如山 毫无把握 没有任何对话 也没有任何的杀意 六个元界最强大的 毫无预兆 出手 围攻张也 这种层次的战斗 每一击都锁定虚空 锁定因果 操纵时间 在这种攻击之下 根本无法闪避 也无法后退 张也能够做的 只能是硬拼 又或者是出手对敌 其道力量交集 整个元界剧烈震荡 无数道电光和雷声 凭空出现 响彻元界 虚空之中 就像是出现了 无数道蜘蛛网一般的 空间裂缝 一块块空间碎片 朝着四面八方飞出去 一亿万里内的海域 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张也伸去扭曲 被轰到九天之上 这六个存在 实在是太强大 略意接触之下 张也就吃了大亏 不过他是力量分身 受的伤再重 也可以瞬间恢复 更不会吐血 张也还在后退 一人一神 一龙一凤 一窟窿一石像 已经如影随形上到 丝毫不给张也喘息的机会 太强大了 张也心中惊叹一声 对手很强大 但张也并没有气馁 他早已经到了 神而明知的地步 对手再强大 他也可以找到应付之法 张也心念一动 虚空中的星辰 猛然一动 刹那间 组成一个大阵 挡在前方 星辰大阵破碎 不过六大至尊的一击 却是被抵挡下来了 一神一神 一龙一凤 一窟窿一石像 全力出手 张也也是全力出手 和六个最强大的至尊 搏杀着 整个元界的生灵 都站立着 他们发现 天上传来阵阵巨响 虚空中的星辰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而最可怕的是 头顶的虚空 像是一面镜子 出现了一刀刀 出现了一刀刀裂风 无穷无尽的震荡 从虚空之中传下来 整个元界 虽然而入 一空间之中有混沌之气 这对张也有利 虽然没有星辰可以利用 但有了混沌之气 就有了一切可能 七大至尊疯狂战斗 战斗时发出来的波动 意义重重地传上去 整个元界 全都地震起来 狂风大作 阴风怒嚎 点燃雷鸣 时空崩灭 天地之间 呈现出各种可不异象 更有一些空间碎片 从一空间之中崩出 碎片发出了 咻咻咻的声响 好似恶鬼立笑一般 给大地众生带来的 是无穷无尽的恐惧 是难以想象的痛苦 以及无尽的杀戮 每一个眨眼的世界 都有一万生命陨落 世界末日到了吗 老天哪 这是谁在战斗 这么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 一片海域之上 道德天尊 原始天尊和灵宝天尊 同时 仰头看着虚空 脸色凝重 道德天尊 缓缓地说道 这场战斗 也太可怕了 找这样下去 灭世大劫 很可能会提前到来 灵宝天尊 我们要不要出手帮一下张爷 道德天尊苦笑 算了吧 我们帮不上 现在只能静观其变了 一空间之中 随着一次次搏杀 六大至尊的神色 都难看了起来 他们六个同时出手 张爷居然能够坚持这么久 还真是无法想象 战斗 再继续 一重重一空间 就像是一层层玻璃被无尽的力量碾碎 太古龙王的意志横空而出 各位 再这样打下去 元界就要崩溃了 不要再保留了 我们同时全力出手 六大至尊全力出手 道道神灰从身躯上散发而出 疲逆天下的气息充斥着一空间 甚至蔓延到元界之上 给元界带来了无尽的灾火 天火 地火 雷火 刚风 太古毒火 煞气 元气 地水火风 纠缠在一起 形成一种灰蒙蒙的气息 好似混沌一片 恐怖之极 元界之上灾火处处 一意空间之中却是乾坤寂静 万物失声 六大至尊的力量 湮灭了一切 连声音和光线都湮灭了 听不到声音 看不到光线 张叶眼前的是一个寂静而黑暗的世界 张叶心头一紧 他知道自己绝对无法接下这一击 既然无法接下 那就拼命吧 张叶心念一动 手掌一拍 混沌放逐 性命攸关之际 张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准备施展出如同禁忌一般的大招 你敢 六大至尊都是神通滔天之辈 张叶一出手 他们立即就感觉到 邓氏一个个浑身冰寒 心头砰砰砰的大跳 疯狂阻止 为了阻止张叶 他们甚至放弃了攻击 张叶这一招 施展的时候 固然会被混沌神术抹杀 但如果张叶被抹杀之后 他们很有可能也会被拉入混沌 他们都是活了无数年的老家伙 哪里愿意和张叶拼命 张叶哈哈大笑 强行施展 反正他只是一个力量分身 死了也就死了 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拉这些老家伙一起死了 本体心念一动 就可以重新制造出一个力量分身 一句话 他死得起 随着混沌放逐的施展 一道难以想象的力量涌出 刹那间锁定了六大至尊 要把六大至尊 往混沌里面拖去 疯子 你疯了 六大至尊惊怒交加 疯狂爆发 这六大至尊不愧是原界最强大的存在 他们的力量几乎是浩瀚无尽的 就连混沌之力都可以抵挡一阵 猛然爆发之下 六大至尊等于是同混沌之力狠狠硬拼了一击 刹那间 六大至尊都遭到了重创 元祖神王 太初天尊 太古龙王 和九彩天凤 同时狂奔鲜血 骷髅天尊和一元天尊没有鲜血喷出 但他们的身躯之中 已经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缝 看起来触目惊心 相比之下 掌也虽然也遭到了重创 但他乃是力量分身 呼吸之间就恢复过来了 掌也这时候 也没有出手反击 他脸上露出一丝异样之色 太初天尊惊怒道 掌也 你怎么还活着 混沌神术居然没有抹杀你 张叶的眼睛瞪着一个黑漆漆的通道 黑黑一笑 很奇怪是吧 我也感觉到惊奇 我告诉你 混沌神兽没有抹杀我 是因为 我们一番大战之下 元界已经开始崩溃了 灭世大劫提前到来了 混沌之气 很快就会弥漫整个元界 六大之尊看着那个黑漆漆的通道 再略略感应一下 立即知道张叶所言非虚 邓时不约而同的倒抽一口冷气 张叶哈哈笑道 哈哈哈哈 密世大劫来了 混沌之气将会无处不在 我现在就先把你们六个老家伙 轰杀掉出一口恶气 且慢 台出天尊连忙出声 喝道 张叶 我们就此罢手如何 再这样站下去 我们都要同归于尽 谁都得不到超脱 张叶冷笑 谁和你们同归于尽 我告诉你们 我只是一个力量分身而已 就算消散了 对本体也没有丝毫影响 你 你只是一个力量分身 刘大之尊 骇然失色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眼前的张叶 竟然只是一个力量分身而已 仅仅是一个力量分身 就拥有如此恐怖的战斗力 那么张叶的本体 会是多么的强大 刹那间 六大至尊心里后悔到了极点 早知道 张叶是如此的强大 他们绝对不会出手 一种可怕的力量 紧紧地锁定了他们 张叶再一次施展出混沌放逐 六大至尊 齐声大吼 疯狂挣扎 张叶冷笑一声 哼 没用的 现在密室大集已经开始 一空间已经松动 无尽的混沌之气 已经涌进来了 你们拿什么提打 张叶刚刚说完 恐怖的大力 已经把六大至尊和他一起 扯入到混沌之中 六大至尊果然够强大 即使进入了混沌 依然没有延灭 拼命挣扎着 想要返回远界 只可惜 这种挣扎 这种挣扎注定是无用的 一阵混沌风暴袭来 六大至尊的身躯 很快就化成了虚无 他们的魂魄也随之消散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熊霸 满荒 张叶一进即出 又出现在元界之中 原来 本体把他送出来了 张叶一步跨出 已经返回到北海 两道流光闪去 在张叶身前化成两人 正是张叶的两个徒弟 云烟客和莫恨天 云烟客悍然叫道 师父 我感觉到不对劲 元界这是怎么了 张叶淡淡地说道 密室大劫已到 云烟客和莫恨天 瞪时倒出了一口冷气 元界 就像是一座火山 无穷无尽的混沌之气 从地底之下 从虚空之中喷出 空间被切割成一块块 无数的生灵陨落 哭喊之声震动天地 更有一道道的怨气 冲天而起 汇聚成一片巨大无比的 煞气血云 整个元界一片血色 哎 密室大劫 开始了 张叶轻叹一声 扬手望向虚空 元界的至尊们 这时候 也扬起头 看向虚空 虚空之中 隐隐约约出现一棵大树 这是混沌神术的一个投影 三十六个大道果 三千六百个小道果 从大树枝上落下 果子上面的气息和光芒 让整个天地都变得祥和了起来 一道道果 一道到影子 从天而起 朝着道果而去 道果争夺战 正是开始了 张叶轻挥手 手掌刹那间 探到了无穷远处 捞了几下 三枚大道果 已经落入掌心 张叶手臂一挥 道德天尊 混沌玉如意 和火灵手上 同时多出了一枚大道果 张叶手掌再捞 手上又多出了三枚小道果 张叶微微一笑 手掌一挥 正在鸿蒙宗里面的苍鸿剑 突然发现 手里多出了一个小道果 啊 这张叶 苍鸿剑狂喜 光明玉黄印和玄月连台 也各自得到了一枚小道果 两个老家伙 刹那间陷入狂喜之中 他们乃是道气 获得了两枚小道果之后 大壳转生成人 虫雄 前途无限 得到了这枚小道果 他们已经无比满意了 至于大道果 也不知道有多少至尊盯着 他们根本不敢奢望 张叶再伸手 搅了几下 一个个道果被搅飞 飞到北海方向 圆果天尊 九雷天尊等 几个大势力的至尊 眼睁睁地看着道果飞走 急得直跺脚 郁闷之急 他们知道 这是张叶的报复 但他们对张叶 已经无可奈何了 最顶尊 最顶尖的几位至尊 都被张叶轰杀了 他们还拿什么和张叶斗 张叶搅了一番 最后拿走了两枚小道果 栽给云烟客和莫恨天两人 张叶淡淡地说道 你们的修为还不够 基础也不够 转世重修一下 打下一个基础 下一次灭世大集 我会接你们的 云烟客和莫恨天齐声叫道 谢师父 张叶一扶一袖 两人瞪时化光而去 等待新的世界出现 再转生重修 送走的两人 张叶想了想 忽然一扶一袖 几道人影凭空出现了 这几个人都是女子 正是徐黎妻妻 花之华和学三小姐 三女见到眼前张叶 正是大吃一惊 徐黎妻妻惊道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情况 张叶微微一笑 这是元界 现在元界正在毁灭 张叶解释了一下 大劫之中有一线生机 你们愿意的话 我可以送你们去转生 当然 你们也可以随着我 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去 天地突然间崩裂 分成了两半 很快又有两半 变成四半 如此 整个元界在刹那的时间里 化成了一块块的碎片 九成九的生灵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就允命当场 恐怖的混沌之气 几乎铺满了整个世界 张叶没动 徐黎妻妻 花之华和雪三小姐 看着眼前的景象 一个个惊呆了 远方 道德天尊 元舍天尊 和灵宝天尊 摇摇地看着张叶 灵宝天尊手里 捧着一枚大稻果 奇怪地说道 张叶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怎么不抢夺稻果 道德天尊目光之中 闪过一丝异丝 缓缓地说道 六大至尊都被张叶 轰杀了 以张叶的实力 抢夺大盗国 只是小事一桩 他现在没有动手抢夺 我估计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张叶不想再占因果 欠下混沌神术因果 第二个原因 张叶想成为 第三种圣人 灵宝天尊 邓石失色 第三种圣人 道德天尊 微微点头 第三种圣人 严格来说 并不是圣人 而是和混沌神术 有着同等地位的存在 第三种圣人 才是真正的超脱 才是真正的自在 相比之下 我们就算成了第二种圣人 依然无法摆脱混沌神术 并不是真正的超脱 真正的逍遥 一时见 三个至尊 都有些畅然 无尽的混沌之中 淹没了圆界 圆界 不再存在了 混沌之中 张叶带三女 栩栩而行 也不知道行了多久 一个声音 突然出现 我说 要有光 刹那间 四人眼前一亮 踏入到一个 岔子烟红 美丽而全新的世界 一种大超脱 大逍遥 大自在的感觉 弥漫到了 三女的心头 分身力量 融入到张叶体内 张叶一笑 手掌一挥 数数前所未有的 鲜花出现 兄弟 送你们一束花 听众朋友 感谢一年来 大家的陪伴 《熊霸蛮荒》这本书 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张叶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喜欢迷茫人的播讲风格 大家可以来收听 迷茫人播讲的另一本书 《药神》 让我最后再说一句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全书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